两年前我刚来B站的时候 从没想过自己能坚持做完100期视频 两年的时间过得真快 这100期视频就算是一个历史性的节点了 这两年来相信大家从小毛这里了解到了很多品种口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 老是在屏幕那边唠叨个没完的毛老师 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借着这期成前起后的视频 我就来说说自己两年来 作为一个宠物up主的不归录 首先我不姓毛也不姓考 视频的片头不知道大家留意过没有 毛老师的本意是毛孩子是你最好的老师 我一直不觉得自己能给大家当老师 反倒是大家想必会从家里的宠物身上学到更多东西 我最初的宠物知识也是从自己家宠物身上学到的 本来我学的专业和宠物没有一毛钱关系 我是个学机器人的理工男 毕业去了一家工业机器人公司做研发 听起来很高大上啊 但现实可能和你想的不太一样 之所以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和上班摸鱼的幸福生活 转而开始做宠物up主 一来是因为确实喜欢小动物 想要持续深入了解 二来是当初天真的以为宠物行业钱力无限大 是个能赚大钱的地方 真的 如果再看这期视频的同学有想做宠物行业的 听我一句劝 要慎重 接触过了才知道 做宠物的绝大多数都过得苦哈哈的 据我观察 宠物行业过得最好的其实是那批不养宠物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爱心 对猫狗好 赚点小钱没问题 想赚大钱 挺难的 那没钱怎么办呢 人总要吃饭呀 对此 我毫不犹豫的抛弃了自尊心 选择了吃软饭 我老婆就是我背后超级厉害的大佬 她是个智商只比我低三点的学霸 出身少年版 同济本科 麻省理工硕士 她说 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功可能就是娶了她做老婆 她说的都对 都对 毛老师能坚持下来 离不开我老婆的支持 所有的视频标题和封面 都是经过她的把关 才呈现到大家面前 各位观众老爷们 为了让我在老婆面前腰板能硬一点 求求你们用三连支持我一下 这两年来也曾迷茫过 想过转型 是你们的弹幕和留言 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让我印象最深刻 也最有成就感的 一个是有粉丝说我是宝藏阿巴主 还有就是有粉丝说我虫粉 真的是受宠若惊 让我觉得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的确有意义 最早的时候 我是想通过拍自己 把烤地瓜从小养大 分享养狗和训狗的经验 传递一些我认为合理的养狗理念 但随着烤地瓜长大 一来她每天的生活 逐渐规律 没那么多花样了 二来从小奶狗变成大黄狗 喜欢看的人也少了 再加上训练的理念 其实万变不离其宗 所以逐渐出境少了 其实这也是件好事 因为我发现更多人养宠物 遇到问题 是来自养之前不了解 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全种科普 不过各位烤地瓜的云店妈也请放心 我会时不时让她出境报道的 我一直以来的目标非常简单 就一句话 让所有人都能买到自己称心如意的宠物 养了不后悔 后院猫星期狗什么的太坑人了 而且我自己也买到过后院猫 小时候一直病病歪歪的 能挺过来谢天谢地 但那段日子确实太旧心了 所以以后我也会走访一些优秀的犬舍和猫舍 一方面是打破樊宇人和顾鹤之间的高墙 另一方面咱们也去多吸一吸 可爱的小奶毛小奶狗 毕竟这世界上谁还不需要被治愈呢 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支持 只要有你们的支持 我就会继续做下去 再一次由衷地感谢大家 我们第101期视频再见